昆山国际学校天下最无理的二房东 台南是观光协会 7日到昆山国际学校门口拉白布条 指控昆山是二房东 协会理事长游一峰表示 双方自105年起 签订15年的场地使用租赁同意书 协会以每月8万元向昆山租用教室大楼 不过最近校方以国教署为核准为由 主张契约无效 想片面毁约 要求观光协会在明年2月1日前搬离 且不愿意协商逼迁赔偿事宜 欺人太甚 对于该指控 校方透过律师向媒体强调 两造契约未生效 对于协会提出的赔偿要求以后由法院审理 请大家为我主持公道